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8日 星期一 這件事發生了幾天 這幾天 很感謝很多好朋友 也有很多 支持者 他們 不斷發短訊給我 也 看到很多 自媒體 也不是個個落井下石 很多人 都是用一個比較持平的 客觀的態度去看一件事 我們 想跟大家 用一個常識 最重要是有常識就可以了 你不用相信我 你只是用常識去分析 你就知道 那件事合不合理 而國安公署這樣說合不合理 國安公署說的話 竟然有人照單全收 海外的照妖鏡就照了雙妖出來 當然這個雙妖一個叫陶傑 一個叫爆偉聰 兩個以才子自驅 做了一節決得的升旗 移得道 我們害人 害手足 其實看到這些標題 你會覺得他 很可憐 因為他前一晚 網日報告給我聽 說他前一晚 先說完中國小龍DNA 怎樣互鬥 怎樣 因為自己的自私 因為自己的個人恩怨 不論 罔顧事實 甚至乎 貶低自己的人格 也要踩人家 結果暴露出自己 原來 最小龍的就是這兩位 號稱才子的人物 我們比較用一個 客觀理性的分析 不用說甚麼了 很多人覺得我們 是夠說的 這個台 說話沒有句真 誇眾取寵 他們是騙手足的 他們甚麼都是假的 又夠說 但是又是騙手足 究竟哪個是真的 兩樣都在做 又夠說又騙手足 怎樣騙手足呢 怎樣賣了健仔呢 原來收40萬 賣了健仔 這個國安公署的標準 賣了健仔收40萬 這個很離譜 躲起來了一年半 這個健仔支付40萬 平時吃的那些 這40萬是偷渡的 平時吃的那些 誰給呢 原來 今年開始 沒有供應了 要自己銀河包 然後還有40萬去付錢 當然中間有很多矛盾之處 40萬其實早就給了 是不是再給人多40萬呢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 有一段時間就沒有辦法聯絡 中間有很多問題 我們也不想說 因為始終這件案件 未來會審 由於 這個國安公署就說 威逼這些人 拍一段影片出來籌錢 最簡單的一個問題 籌錢 是要被人知道的 才能籌到錢的 有沒有秘密籌錢 有 地下黨 做地下工作的 真是可以秘密籌錢 私底下 透過一些 支持者籌錢 這些支持者有沒有人爆出來呢 如果 每個支持者都自願付錢 而沒有一個支持者出來爆料 私底下 PM人家叫人家捐錢 有沒有機會會有人爆出來呢 當然會啦 私底下如果叫人家捐錢 怎麼會沒有人爆出來呢 幾密的風都有人爆出來的 第二件事 他們 在一個秘密網站 你一定要加入Patreon 甚至乎你要一些特別會員才看到的 特別會員 即是怎麼特別發 Patreon 每個人都加入了 這麼多人加入了 有沒有人可以拿到影片出來呢 很簡單的嘛 其實你 主要真的加入Patreon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影片看的 如果有的話 那麼那麼久都沒有人拿到影片出來 甚至乎 記者 也是那天 才知道 由李國華公佈 才知道健仔在香港被拘捕了 之前 沒有人有健仔的消息 誰拿健仔出來籌款 有 在英國 當然我們公佈了那兩個 他帶著健仔的女朋友 周圍籌錢 整個英國籌魂 當然香港另外也有一位藝人 用健仔的名字出來籌款 那個我們不說了 健仔 大家用一個正常的 腦袋 我不要求大家幫我們 或是信我 不需要信我們 最重要 你要用一個正常的腦袋 年多以來 如果真的要利用健仔籌款 是不是應該六部曲 第一部曲就是支持健仔 撐星期易得道就等於撐健仔 是不是應該這樣說 不是按這個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排到第五 第六 有沒有 有沒有第七 或者 六部曲裡面 有沒有說撐健仔等於撐星期二 撐星期二等於撐健仔 大家捐款給我們 我們要救健仔 有沒有說過 有沒有說過 有沒有說過這些說話 從來都沒有說過這些說話 怎麼籌款呢 怎麼令到人知道呢 用念力 用念力念到人家 知道 每一次我們提健仔 其實都很小心 因為 我們怕我們 說得太多 令到有人知道他好像還在香港 又或者 有人知道我們正在幫他 我們一直以來都不想 甚至當時的騙子 用Friends of Hong Kong的名義 我們沒有所謂 利用你的名字 我們不想出名 原因是我們一直以來 就不想人家知道 很多人攻擊我們 你們兩個不出樣子 一定是鬼啦 2019年所有上街的都是鬼 個個都蒙面 個個都不告訴人 我們出了去 我們都不會跟人家說 我去衝擊呀 我去做甚麼做甚麼 不會的 出過去前市的人 都知道個個都蒙面 不會被人 不會拍照的 連自己 最好手機裡面 清清楚的破除 不會被人知道你的身份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要做的是地下工作 當也可以關於地下工作 則會隱蔽 越隱蔽越好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antu現عل 我們之所以到現在都安然無虛 是因為我們隱藏得好 我們做的事我們盡量就不讓人知道 這件事我們忍了 年半 frequency Pretty Hello その話 其實到今年11月 十月底 就兩年了 現在其實已經七月了 其實一年九個月 是一年九個月 我們忍了那麼久 希望他們平平安安 結果發生了不開心的事 發生了不幸運的事 大家只是有聽我們節目也知道了 我們這幾個月來不斷罵台灣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政府不會幫我們 怎麼會還叫他去台灣呢 當然 安排他那個也沒有聽過我們節目 他很明顯很久沒有聽過我們節目了 我們說明 不會有船去台灣的 不要相信 一定是陷阱來的 因為那些船家 真的開船的船家 都會出賣你 因為出賣你 他又可以收錢 又有一筆錢收 然後又可以 向警察交差 一舉兩得啊 你跟他有沒有親戚啊 當然沒有了 其實 從來 偷渡也是很高風險 最怕是甚麼 是船家出賣你 從來都是這樣 2020年 當時有一宗 我們收到消息我們也不敢說 因為 太令到人家心寒了 應該是 19 應該是19年12月 19年12月 當時有一艘船 去台灣 到了公海的時候 據說 有一位手足 覺得我們出了公海 成功 在公海打卡 結果 不幸運 突然間有公安船 在附近出沒 船家 將他們全部 丟到海 這個是我們聽回來的 我們沒有辦法證實 為甚麼要說這些話呢 其實我們事前也不敢說 幾個月我們也不敢說 忍了很久 都是勸人家說真的要小心 不要 知道沒有船在台灣才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有手足 要打卡 結果可能害死人 當然不關他的事 公安是剛好經過而已 不是因為他打卡而被人發現了 但是也不排除 所以 行船跑馬三分險 很多風險 尤其是行船 是偷渡 偷渡 在海上不予以外 也可能有機會被人出賣 甚至乎被扔下海 所以 當時我跟他們幾個說 你們 拍一條影片 如果 你們安全來到的影片 不用用了 如果你們有甚麼事 起碼可以 向家人教導 其實那條影片 是一個革命宣言 或者 可以叫做 一個絕命書 當然他有說到 我們幫他 也有說到誰害他 例如肥仔德收了他的錢 當然另外還有罵了一個 用他的名字籌錢的混蛋 我不說 免得說誰 這條影片 我是想著 如果他們沒事 永遠都不會再拿出來 不過如果國安公署訂了一條影片 經過剪接的 又或者 他是這個肥仔德叫他 拍的籌款影片 來冤枉我們 我們就會把這條影片 原本本拿出來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來冤枉我們 外面沒有任何東西來冤枉我們 我們為了保護這四位朋友 我們是永遠不會把這條影片放出來 這個 始終他們不是判死刑 他們會出來的嘛 如果你們這麼早把這條影片放出來 然後我們不是說緊急的情況 我們無謂要別人 難過 他們 始終 即使是坐牢也會出來的嘛 這個 就是我們的難處 你想想 如果真的要 拿著要吃人血饅頭 要拿賤仔籌款 每集都說吧 撐我們星期二就等於撐賤仔 大家只有我們幫手足而已 沒有人幫 你不捐給我們 捐給誰啊 每集都說吧 還有 其實你覺得賤仔可以籌多少錢 如果我們要籌錢 我們籌4千萬 也沒有問題啦 是不是要籌40萬 說出來 我覺得有些人很好笑 你想想 四個人 吃飯 住屋 香港 你猜真的住 他們說就說暗無天日 我給他們拍給我的影片 不是這樣的 很漂亮 住那個是豪宅來的 我在香港也沒有住那麼漂亮 我們也是住舊樓 當然 國安要他們說什麼 我不會怪他們的 是不是真的他們說 我也不會怪他們的 因為 他們已經落在國安手 即是桂民海而已 你要他們拍什麼罪就拍什麼罪吧 想要央視認罪而已 你就安排他們四個人出來 央視認罪 我們很後悔 其實 真的不會怪他們的 他們無論說什麼也好 我也不會怪他們 因為 他是在別人手上 是不是 為了他自己 自身的安全 甚至可能被人 威脅他的家人 你看到李宇軒也是的 李宇軒出來做污點證人 你以為他想的嗎 有很多人出來 賭回肥老奶 你以為他想的嗎 被人威脅嘛 有時候 你不怪別人 問題就是有人會相信警察 會相信國安說的東西 這個才是 破壞智力的問題 這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麼多 總之 沒有一條威脅我們的影片 他們經過剪接也好 威脅我們的話 或是出來 我們收到的這條影片 他們拍給我們這條影片 永遠不會放出來 因為怎樣也要保護這四位 除非他們想了 我們也要給你還一個公道 他們想公開的 那就公開了 這節我們先說到這麼多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